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说哪里 这个从这个地方一直到脚脖都很脏 从这里一直下来这里都脏 对不对 确定 两腿都是这样 这里啊 很明显 好 那趴着 您说好多年了 对 这是好多年了 为什么不管它 我不知道怎么管它 因为我捏了它会好一点 但是我一累或者熬夜 反正就会很疲惫的时候 如果你不舒服 它就会首先表现在小腿 小腿肚 小腿肚一直到脚脖 有时候脚会有点肿 好 来 趴着 我说只要小腿肚有痛 上胸椎一定有痛点 你一定可以找得到 那两手放旁边 放旁边 很松放松的 两脚都有嘛 两脚都有 好 我开始找 好 这一点疼吗 还好 这里呢 这一点呢 这里开始痛了 是吧 是 这里呢 这里更痛 这里呢 这里可以 它们有没有一致 它的痛点在这里 跟刚刚有没有一致 跟刚刚有没有一致 差不多对不对 还满准的 也是在上胸椎 也是在上胸椎 对不对 跟我们判断的差不多 好 那我们再找找看 我用同样的力量 这个痛嘛 还好 这里呢 这里还好 这里呢 这里又痛了 一样 大家看到了 这里呢 这里有点 这里有一点 好 这里呢 这里就还好 还好了 到这里疼嘛 对不对 所以它是这里 还有这里 那这里是属于 我说的上胸椎 对不对 都还在我们要的范围 那还满明确 跟刚刚差不多位置 那都是小腿脏 所以我说 我就是找来找去 在下面就不疼了 表示这下面不用再找了 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那下面就代表 它不管你这里 从这里找不到原始点 那你即使揉臀部 对它的这个小腿肚 有帮助 其实对这个还是有帮助 但是它不是大开关 我就是这样比较过 那算是小开关 所以臀部揉了 对膝盖或是脚弯 这里会特别明显 对小腿肚就不明显 好那我们开始来做给大家看 这里痛嘛 这里 对 那也就是它劳累的时候 这里就会奔紧 对这个背就会特别痛 背这个地方也会痛 背也会 那就对了 所以它等于 它的小腿肚跟背 是同一个来源 好那这一边 我再帮你揉一几下 好你下来看看 会有非常明显的缓解 非常明显 是因为我这个腿 就是特别 就是一累 反正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原因 只要是累了 熬夜了 反正就是辛苦的时候 就首先我身上 就会反映在小腿和脚弱 这个地方 就会觉得特别的主张 就非常憋得慌的那种感觉 然后当我还疲惫的时候 也是会体现在这个地方 也会觉得 老师有这种感觉 很深不开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这两个 其实病出同源 都一样的 那如果你一中医的角度 你不可能会想到 它这里跟这里是一样的问题 好 不会 不会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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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